好 大家好 我是阿滴 今天是2020 6月15號凌晨0點02分 那今天這個我的那個鬧鐘啊 設在7點50分 早上7點50分 那文字是寫這個乾乾強哥布林 這個其實是我 之前想要測試這個甘色爾的那個紀錄 可是後來我發現 甘色爾死掉隊友之後他會變強 再打那個公會壽靈哥布林不能測 為什麼不能測呢 因為 你放1級的角色沒有用 因為那個甘色爾他那個專武啊 他攻擊力增強必須要等級差不到20級的隊友死掉之後 他才會攻擊力增強 所以你放1級的角色去送死沒有用 好 那總之這個7點50分什麼意思呢 在正式服的這個團隊眼睛啊 現在活動離早上8點鐘只剩下不到 不到8個小時 雖然說這邊顯示時間是8小時 但是應該就是早上8點鐘結算 那在結算之前呢 你還有最後的時間可以充斥這個王 那以生物來說 如果說 你的主力部隊的話 這個主力部隊的職業生物還沒生滿的話 或許還有這個最後的不到8小時的時間可以讓你再稍微歸一下這個 這個信仰點數 然後去升一下生物的等級 比如說像我現在我是戰士5.6級 5.6就是生滿了 那因為這一次就是魅魔有調整 所以我一開始本來走法師 但是後來我覺得 戰士相對來講比較簡單 可是那是因為我有索羅斯啊 那我下次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選擇用遊俠 因為我覺得 賽系列這樣子配起來的話 相對來講會比戰士更 更簡單一些 而且我覺得遊俠的一些角色 對於開路那些會比較好打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總之就是這一次 又練法師 像法師已經5.3 又練戰士 我覺得是 我覺得就是戰士跟遊俠 你可以選一個 然後然後就是浮以這個 那個輔助 因為那個輔助啊 雙子跟羅萬加上去 基本上打高上不是什麼問題 還有那個埃茲 那來看一下我 我最後這個 我的那個輔助可以升到幾級 好 我現在輔助已經是5.2 然後再升 好 現在是5.3了 應該還可以再升兩個吧 好 這個再升一下 好 這樣就5.4了 然後再來這個是韌性 這個攻擊力加比較多 那選這個好了 好 這樣就5.5了 那最後一個需要多少 102 157 所以說我還差大概6萬嘛 對不對 那6萬的話我現在一個小時是1萬 所以再過6個小時我又可以把我的這個輔助生物升到5.6 因此如果說在追求高分的話 怎麼樣 追求排行的軍團的話在剩下的時間內還可以打章魚哥的話 那就是可以把生物升完之後 還有最後的時間歸體力 一個小時是4點 那離現在 離早上這個7點的時候 還有7個小時 所以說還可以再回復28點體力 看可不可以湊足48點體力 另外就是說當你還沒有打 那個達成親王公爵的條件 公爵應該是不難啊 公爵是6000萬吧 親王是1億5000萬 那當你還沒有達成1億5000萬的條件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最後的時間先把這個8級成解完 因為現在大家應該就是覺得 現在的高手應該就是你叫他放棄8級成幫你打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應該是 已經開始閒閒沒事做 那另外就是說 1億5000萬你還沒有信心的話 那聖物還能升的話就是繼續歸 還有剩下的不到8個小時 可以去升級這個聖物 然後那個最後的體力就流到這個早上7點多的時候 在做最後一次的這個進攻 看有沒有機會在最後的時間內 打到這個1億5000萬的分數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就只是做一個簡單的提醒 總之就是 這個鬧鐘越設越多 就是那個全球錦標賽也要設 然後這一次這個 團隊演真也是設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